仔細看這個男人太狠了 硬是將純粹的手遊玩出家機的爽感 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呢? 嗨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我是水大 本期要來教大家如何在PC上使用手把來遊玩卡莉茲傳說 大家應該都知道 卡莉茲傳說是最近剛公測的RPG手遊 雖然畫質很一般般 甚至會讓你第一眼就覺得這只是一個換屏免洗手遊 原本是抱著必定會失望的心態去試玩 但試玩的結果 我認為當休閒遊玩其實還算不錯 遊戲的內容主要都是擺在PVE的部分 當然作為手遊 課金的內容肯定不會少 但即使你不課金 也完全不會影響你的遊戲體驗 就只是比較乾而已 畫質雖然第一眼看上去會覺得很粗糙 但其實看久了還覺得挺療癒的 不過那不是本期的重點 今天我們不是來工商遊戲的 也不是來工商手把的 其實因為上一期的原神影片 確實有為我帶來一些周邊的工商合作邀約 但是呢 我很堅持啊 一定要先試用到產品 我才會決定要不要接下工商合作 那自從我拿到廠商寄來的手把後 我就不停的把玩著什麼遊戲都試玩一下 想要知道各種遊戲玩起來的手感有什麼不同 甚至連卡莉茲傳說這種手遊我都不放過 我原本只是在想 既然卡莉茲傳說出了PC版 那會不會有支援手把操作的功能 答案是 沒有 這PC版什麼都沒有 本質上就是個手遊的介面 並沒有因為PC而優化什麼功能 雖然說這PC版讓我感到很失望 但很快的 我的心裡就萌生了一些大膽的想法 我手上的這隻手把 是電玩酒吧的 SWITCH 6代 ROX FANTASY 我意外的發現 它是有支援STEAM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將PC版的卡莉茲傳說 導入到STEAM內的話 那麼或許我就可以實現使用手把來遊玩 再聲明一次 本期不是工商 因為肯定會有很多人問我拿什麼手把來玩 我還是得誠實告知 只要工商的話 也不會挑卡莉茲傳說這種純手遊來工商 這手把有太多的功能 沒有辦法在這個遊戲上展現 OK 那讓我們回到主題 接下來就是詳細的教學 只要跟著我做 無論你是使用什麼手把 SBUS 手把也好 Switch 手把也好 PS4 手把也好 只要有支援STEAM 你就可以按照我接下來的操作 去實現用手把來遊玩卡莉茲傳說 首先打開STEAM 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點選左上角的設定 控制器 一般控制器設定 看一下左下角有沒有偵測到控制器 通常如果你是使用有限的手把 USB接上電腦就能夠直接偵測到 如果你是SBUS 的手把 左下角就會顯示SBUS的控制器 那我手上這把比較特別一點 如果是使用有限的方式 就會顯示SBUS控制器 但如果是使用藍牙配對 就會顯示SWITCH PRO的控制器 所以我只有在使用藍牙配對的時候 才能夠開啟陀螺儀的功能 不過這只有和我使用同款手把的人 才會特別需要注意這一點 怕觀眾有疑慮啊 所以這邊提醒一下 那上面的勾選可以參照我的去勾 這邊要注意哦 不管是哪一排的手把 我都強烈建議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一定要進行校準 之後的手把操作上 才不會出現奇怪的問題 接著回到Steam介面 點收藏庫 按左下角的新增遊戲 選新增非Steam遊戲 接著點瀏覽 找到你卡莉茲傳說的安裝路徑 選擇卡莉茲傳說 或者是選擇資料夾裡面的啟動器 這個時候你就會在收藏庫裡面 找到卡莉茲傳說的啟動器 點擊按右鍵管理 控制器配置 如果你手把是有陀螺儀功能的 我強烈建議一定要開啟陀螺儀 並把陀螺儀行為 調成等同滑鼠 接著我們來編輯配置 由於卡莉茲傳說的操作極其簡單 我們只需要設定幾個按鍵即可 首先是左邊的肩部按鍵L 我將它設成鍵盤的Tab 方便我們在遊戲中更換指定的目標 再來是右邊的R鍵 我設成鍵盤的控格鍵 這是我們在遊戲中的閃避功能 那A B S Y 對應著鍵盤的1 2 3 4 分別是遊戲的基礎4個技能 這個部分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去調整 不過這遊戲大部分的情況都是自動攻擊 我們只需要走位和閃避而已 不過先設定好 或許還是會有用上了一天 再來我們看板機的部分 右邊的RT我設成鍵盤的波浪鍵 也就是遊戲的一般攻擊 左邊的LT我設定成滑鼠的右鍵點擊 再來看搖桿的部分 將右搖桿行為改成搖桿滑鼠 按壓點擊的效果改成滑鼠左鍵 外環指令改成移動游標 相對位置 左搖桿行為不需要任何的更動 那全部設定完成後 以後就都要用系統管理員的身份去執行Steam 然後透過Steam去開啟卡莉茲傳說 這樣就能正常使用手把功能 但卡莉茲傳說 終究只是個手遊 大部分的操作 例如開啟商城 開啟包包之類的 都只能夠依靠點擊來操作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需要使用陀螺椅來輔助的原因 因為單靠右搖桿來推移鼠標 精準度會不太夠 有了陀螺椅的幫忙 就可以很輕鬆地完成任何的滑鼠點擊操作 只要推動右搖桿加上陀螺椅的體感 將鼠標移過去 然後按壓右搖桿 就可以進行滑鼠的左鍵點擊 不過大部分的互動也可以使用滑鼠右鍵來點擊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按壓左板機來互動介面 轉動畫面也是相同的道理 用我們左邊的板機鍵 搭配陀螺椅的輔助 就可以很輕鬆地轉動畫面 是不是很簡單啊 那既然夥伴們已經跟著教學走到了這裡 你可能會想問 不是啊老哥 學了這些到底有什麼用 他這不就滑鼠點點點就能夠玩的遊戲嗎 搞那麼多飛機幹嘛 這問題真的問得他媽好 因為當我花了這麼多時間研究出來後 我也才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無聊 所以我決定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讓我們一起分享這個無聊的小樂趣